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正念禅修 这本书的周恩版大约有16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5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学会正念禅修的方法 获得深知内心的快乐和安宁 一位优秀的采购人员 某一天的工作日下午 突然发现自己情绪沮丧 疲惫不堪 数据报表上的内容 看起来如此的熟悉 但是自己却无法做出正确的分析 他发现对于早已熟练的工作 这一刻却没有了去完成的动力 他试图分析自己发生了什么 却感到大脑无法正常思考 他觉得是自己工作态度出现了问题 于是用了一个小时进行了自我批评 他也尝试告诉自己应该快乐起来 然后尽快展开工作 但是这样的想法反而加重了内心的焦虑不安 身心的疲倦感丝毫没有好转 此刻他陷入了情绪的低谷 在工作和生活中出现消极情绪 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况 我们陷入情感的流沙 往往因为我们的精神状态与记忆 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受了威胁 就会马上发觉过去遭遇威胁的记忆 成年人患有幽闭恐惧症 往往与幼年时的经历有关 很多过去的记忆虽然模糊了 但是当时的情绪一直留在脑海里 当遇到同样的环境 马上就会涌现出来 当我们遇到困难 过去所有与之相关的情绪 都会一股脑的出现 如果你不能够意识到它们 很有可能你就会进入到负面情绪的深渊 那么如何才能够避免陷入负面情绪的深渊呢 正念禅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训练方法 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做正念认知疗法 这种方法让我们以不加批评的观察来看待事物 通过正念训练帮助我们认清消极思想的存在模式 让我们能够成功处理焦虑压力疲惫 甚至是重度抑郁的问题 在最糟糕的境遇中 仍然可以心怀勇气 拥有深知内心的快乐和安宁 正念禅修的作者 马克·威廉姆斯是牛津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 他参与开发了正念认知疗法 他创立了两个正念研究中心 分别在牛津大学和班格大学 另外一位作者丹尼尔彭曼是生物化学博士 他担任过《每日邮报》的专栏作者 曾任职于《独立报》和BBC英国广播公司 马克·威廉姆作为正念认知疗法的开创人 和临床心理学教授 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通过他的文章 我们能够对正念认知疗法 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认识 学习到正确的正念训练方法 好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次讲解呢 我将会带领大家 从这本书的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重点是 正念禅修是什么 第二个重点是 如何学会正念禅修 在生活中进行正念训练 第三个重点是 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正念处理困境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正念禅修是什么 那什么是正念禅修呢 正念禅修又称为正念认知疗法 简单来说 它是通过精神训练 来改变我们思维和行动模式的方法 那一说到正念 我们可能会跟念头混淆起来 但是正念并不是简单的念头 正念的根本内涵 是觉察我们的生活 一个周四的晚上 我加班之后回到家 发现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一点 此时我的身体感觉非常的疲倦 但是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 想到第二天还要早起 我关闭了所有的电灯 想让自己快速入睡 深夜四周一片漆黑 非常的安静 然而我的头脑里却出现了很多念头 这些念头让我的大脑变得异常的喧嚣热闹 我想到了本周末 有一项工作任务的总结PPT要提交 这个念头刚刚过去 又想到明天要记得归还本月的信用卡账单 之后还有这个周末 要参加一个亲友的结婚典礼 但是周末单位还要加班 诸如此类的念头 在我的脑海里来回的播放 那上面说的就是念头 在我们的脑海里每天都会产生无数个念头 这些念头有可能是一闪而过的情绪 也可能是关于过去的一些画面 还可以是未来想要去做的事情 念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们来自于我们过去的记忆 以及对未来的设想 每天我们的大脑不断的产生各种想法 情绪回忆思考 最终这些都可能会变成念头 随时出现在我们的大脑里 同一时间突然出现很多念头 就会让我们感到焦虑不安 那么正念和念头有什么关系呢 正念帮助我们在感到焦虑时 觉察困扰我们的念头 如果当我们的大脑遭遇到大量的念头袭击 正念让我们有能力按下暂停键 正念让我们用新的眼光 正式困扰我们的念头 就像我们遇到堵车的时候 我们更好的做法是耐心的等待这一时刻的过去 然后继续前进 正念让我们有耐心去观察和分辨头脑中的念头 耐心观察念头会发现很多念头并不是真实的 仔细分辨念头会发现有些是思维 有些是规划 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忧虑 上面说了正念并不是简单的念头 正念是我们觉察生活的一种实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禅修 禅修在佛教中的意思是培育心灵 是一种内心的修炼方法 佛教中有四十种禅修方法 用来帮助人们减少烦恼 解开七情六欲的束缚 最终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正念禅修并非宗教 它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训练方法 正念禅修是不加批评的观察 帮助我们认清消极思想的存在模式 让我们避免进入负面情绪的深渊 那听到精神训练方法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深奥呢 事实上很多禅修方法 都是通过简单的训练 带给我们很大的好处 那在这儿呢 我们来看一看冥想禅修 带给我们的帮助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科学家们 邀请40名学生进行冥想静坐禅修训练 训练结果表明 只要静坐10分钟以上 人的大脑耗氧量就会降低17% 这就相当于我们深睡7个小时后的大脑状态 可见短时间的禅修训练 就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好呢 说完了正念禅修的概念和背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正念禅修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思维模式的 我们的大脑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行动模式 另一种是存在模式 那么什么是行动模式呢 行动模式就像是开车的时候使用的车辆导航仪 它能够记录下我们已经开过的线路 而不需要我们重新去寻找规划路线 行动模式的本质是思考 分析 回忆 计划和比较 行动模式提高我们的效率 帮助我们处理一些漫长而复杂的工作 但是当我们陷入到消极情绪的时候 继续采用行动模式 就会触发过去相关事件的所有消极情绪 那么你的情绪就会直线下降 消极情绪的聚集会让你产生难以复合的压力 大脑中与行动模式不同的是存在模式 存在模式让我们能够区分当下和过去 用独立的眼光看待遇到的事物 存在模式让我们停止审判 不用过往的经验去判断 从而有更多的耐心去观察 倾听我们遇到的事物 存在模式还告诉我们 思想不过是你头脑中的活动 并不是现实 也不代表未来的结果 当你感到焦虑 存在模式就会告诉你 这只是当下的一个情绪 从而避免陷入到消极情绪的恶性循环 正念禅修帮助我们在遭遇到困境和消极情绪的时候 采用存在模式 而不是行动模式 就像开车去往目的地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前进模式 一旦前面出现阻碍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掉头 那么前进党就需要切换到后退党 转变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对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态度 也会随之转变 过去当我们陷入到情绪的低谷时 常常希望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让自己走出情绪困境 比如希望用一次旅行来转变自己的颓葬的心情 但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往往需要我们等待很长时间 正念禅修将帮助我们从思维方式上转变 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自己面对的事情 不把过去的情绪带入到当下的事件中 避免我们陷入痛苦和焦虑的恶性循环 就像开头说的那个周四的夜晚 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念头 此时我的内心焦虑而焦躁 似乎注定了这将是一个失眠的夜晚 但是如果我用存在模式去看待这些念头 我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尚未发生的忧虑 比如周末加班和参加亲友的婚礼的冲突 它就是一种对未来的忧虑 事实上如果我周五提前把工作完成 周末就不必加班了 正念禅修帮助我们的大脑进入存在模式 让我们认清念头 并不是我们真实发生的事情 那些忧虑仅仅只是一时的担心 好那这就是为你说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什么是正念禅修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学会正念禅修在生活中进行正念训练 正念禅修的训练方法中 最重要的一个禅修训练就是呼吸禅修 之后我们所要进行的八周禅修训练中 每周的训练里都有呼吸禅修 呼吸禅修是正念禅修的基础 之后的身体禅修 空间禅修等等 都需要呼吸来配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是呼吸禅修 练习过瑜伽的朋友就会知道 瑜伽是一项强调呼吸和动作配合的运动 一方面因为配合好呼吸 能够更好的调动肌肉 增加肌肉的韧带的顺应性 另一方面有意识的呼吸控制 可以降低情绪的波动 让处于训练中的我们拥有平和的心态 呼吸无疑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又因为它太过于平常 常常被我们所忽略 那么什么是呼吸禅修呢 简单来说 呼吸禅修就是把注意力专注在我们的呼吸上 让我的内心变得均匀安静 通过呼吸禅修的训练 提高我们对内在和外在的察觉 保持更专注的状态 控制消极情绪 那么如何进行呼吸禅修呢 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 请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微型的呼吸禅修练习 这个练习一共有三个步骤 大约要用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需要找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 接着请坐下来 并且慢慢的放松身体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到呼吸禅修的练习了 首先现在闭上眼睛 然后去观察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个感受包括自己脑海中的想法 当下的情绪 以及现在身体的感觉是放松还是紧张 完成之后 然后开始第二步 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小的范围 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的气息感知区域 手放在腹部感受自己的呼吸 最后我们需要扩大注意力的范围 体察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好像整个身体都在呼吸一样 下面来说说 这个三分钟的呼吸禅修训练的作用 第一个步骤是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 并且体察自己的内心感受 第二个步骤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到一个区域 我们获得一盏注意力的聚光灯 第三个步骤帮助我们持续感知整个身体的感受 让内心和身体都彻底的放松下来 那通过这三个步骤 我们快速了解呼吸禅修的练习方法和主要作用 为之后更进一步把这门训练带入日常生活做好准备 简单的三分钟训练会让我们快速体验呼吸禅修 未来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多多的练习 但是别担心呼吸禅修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负担 它十分灵活 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调整练习的频率和时间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正念禅修是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正念禅修如何帮助我们觉察到自己身体的情况 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身体与呼吸禅修 我们慢慢开始呼吸把注意力从脚趾一直扩散到全身 尽可能让身体保持清醒状态 注意自己呼吸和身体的感觉 注意自己的游离思绪 最终你发现对自己有了你能够体察到身体的细微感受 自己的注意力也更为集中 同时对于游离意识的我们抱以善意的观察 我最初练习呼吸和身体禅修的时候 脑海中有着很多杂乱的思绪 比如说早上有一个快递要收 担心一会儿出门会不能签收 最开始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 拼命的想要把思绪压制住 多练习几次之后 就能够让思绪从我的大脑里显现一下 然后继续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受里 当我进行第五次练习的时候 每当我把注意力回归到身体 我的喉咙就有一种止不住想要咳嗽的感觉 我开始拼命的想要压制这种咳嗽 但是有了之前练习的经验 我进行了几次深呼吸之后 觉察到原来是我的身体在提示我 身体出现了问题 我想到了自己的慢性咽喉炎 过去也曾去医院进行过治疗 但是因为繁忙的工作和生活 每当咳嗽的时候 我就经常依靠药物来压制他们 通过这个身体和禅修训练 让我重新关注自己身体的问题 超市排队的经历我相信大家都有过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队伍缓慢的进程而感到不耐烦 如果看到自己旁边的队伍进程更快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 内心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之前的三分钟呼吸禅修法 排队的时候通过空间呼吸禅修 我们能够感受到排队缓慢所带来的沮丧感 但是通过重复几次直立呼吸 我们能够重新体察内心和当下的环境 内心沮丧被平和的力量减少 空间呼吸禅修 让我们知觉到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生命里的宝贵一刻 如果把这一刻放在焦虑和沮丧上 就很有可能失去更多察觉当下的机会 现实的无奈中 有时时间会被浪费掉 正念禅修 让我们把这些看似被浪费的时间变得宝贵 时间被消耗了 但是我们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 那上面两个例子都是讲了正念禅修 在生活里的练习场景 接下来来说一说正念禅修的练习时间 我们需要通过八周的时间来把正念禅修 彻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这八周第一至三周 帮助我们习惯正念禅修的方式 第四至六周 把正念禅修拓展到自己的消极想法中去 让我们能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最后两周培养我们把禅修作为日常习惯 从而获得更加平和的内心力量 帮助我们洞察自己的内心世界 以及看清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学会正念禅修 在生活中进行正念训练 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三个重点内容 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正念处理困境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进行正念训练的方法和练习时间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正念禅修是怎么帮助我们 处理生活里遇到的困境 玛丽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她的工作琐碎而忙碌 为了配合公司周末加班的需求 她放弃了自己的周末唱诗班的活动 之后公司安排短期出差任务给她 她又不得不放弃了每月一次的读书俱乐部活动 放弃了这两项活动之后 玛丽突然失去了缓解情绪的出口 于是在之后的工作中 她变得焦虑不安 并且常常出错 很多时候白天不能完成的工作 只能带回家完成 但是回家还处理工作 她就没办法陪女儿了 她的情绪压力和内疚感交织在她心里 她感到非常的痛苦 但是找不到出口 人生仿佛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玛丽牺牲了自己娱乐和陪伴家人的时间 并没有让她的工作效率提高 反而时常让她处于一个崩溃焦虑的边缘 通过玛丽的例子说明了 把用于爱好和陪伴家人的时间牺牲掉 并不会改善我们的工作效率 放弃越多能够滋养我们的事情 会让我们的精神压力变得非常的大 长此以往 反而会让我们步入到一个消极情绪的恶性循环里 生活中的很多活动 并非仅仅是放松和娱乐那么简单 它们从更深的精神层面上为我们提供营养 提高我们抗击生活压力和改善精神紧张的能力 正念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焦虑情绪 让我们走出负面情绪的漩涡 一位从事银行行政工作的女职员 她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永远都处理不完 某天她在等待迟迟没有回复的邮件的时候 内心开始产生大量的焦虑的情绪 但因为她已经在家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呼吸禅修训练 她想到为什么不利用这段时间 做一个三分钟呼吸禅修训练呢 因为这个三分钟禅修训练 她获得了暂时远离嘈杂和喧嚣的体验 因为内心变得平和 注意力也更容易集中 最终她发现自己能够更高效的处理工作 这位女职员开始利用等车排队的时间 等待早会开始的十分钟 以及午休的时间进行正念禅修训练 这位女职员通过正念禅修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自己的问题 她找到这些在工作生活的时间间隙进行禅修训练 她不再逃避困境而是选择直面他们 获得平静而有力量的内心状况 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位女职员的工作效率 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休假时间 她工作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成就感 而获得了更多的休闲时间 她做了许多滋养自己的事情 当她再度遭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有能力避免陷入负面的情绪深渊 我们拥有了滋养自己的事情 如同内心有了快乐的源泉 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人生进入一个积极的正面循环里 上面讲了我们如何跳出负面情绪的深渊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何处理脑海中的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美国出现了海军将三大车咖啡倒入纽约港的谣言 这样的谣言明显影响到了人们的士气 于是政府开始采用澄清 开设谣言诊所等方法试图辟除谣言 但是结果却并不理想 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故事 而不是逻辑分析 一位教师在去往学校的路上 他担心今天不能把握好课堂气氛 一位要在今天进行方案提交的员工 因为之前的方案被否定 而担心这次的方案依然不能通过 这些还未发生的担心都属于头脑中的谣言 对于头脑中的谣言我们采用声音和想法禅修方法 声音和想法禅修的方法是逐步揭示声音和思维之间的共同点 声音禅修让我们学会收听和关注 对头脑中的谣言不用逻辑思维去对抗意识中的谣言 使用自然接收和关注这些声音和想法 他告诉我们担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 但是这个情绪并不是真实的 不要让头脑中的谣言成为我们消极情绪的引发点 上面讲了利用空间呼吸禅修和声音想法禅修 来改善我们消极情绪 避免我们走入负面情绪的深渊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正念禅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习惯破除训练 它以温和的方式消除我们根深蒂固的不良思维习惯 这些习惯破除训练的目的 是为了重新激活我们内在的好奇心 减少自动导航对我们的影响 那什么是习惯破除训练呢 就是破除我们过去的固有思维模式 常用的习惯破除训练有 刻意的不坐在自己习惯的位置上 通过每天专心散步15分钟 重新认识你所在的环境 这些方法为我们的生活增加随机性 消除根深蒂固的习惯 与以往不同的体验 让大脑脱离自动导航的状态 重新审视我们的周围和自己的目标 心理学家丹尼尔有一项实验 研究人员请一位演员A 在马路上向路人问路 每当路人准备告诉演员A路线的时候 研究人员就安排了两个人 抬着一扇门从他们的中间穿过 门穿过的时候 路人A的视线被挡住了 这个时候研究人员把演员A换成了演员B 演员A和B不论是穿着还是长相 甚至声音都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被问路的路人 有一半人完全没有意识到 之前问路的是演员A变成了演员B 这个实验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与我们相关的突发情况所吸引 而大脑却处于自动导航状态 大脑默认我们已经发生了事情 将继续下去 于是我们会忽视已经改变了现实情况 而只根据过去的经验做出判断 我们就像头脑失去了意识 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失去了控制权 工作的时候 我们本来的计划是发送一封邮件 但是打开电脑却开始回复其他的邮件 结果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本来要发送的邮件 依然没有发送 破除训练帮助我们意识到 自己进入了自动导航状态 让我们进行自我检查 询问自己 这是我原来的计划吗 小明下班之后要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于是他回到家 打算换好衣服之后就去参加聚会 但是在走入房间的时候 突然看到自己的信用卡账单 于是他打开电脑进行银行转账 转账的时候 小明又看到了公司同事发来的工作邮件 小明下意识的开始回复同事的邮件 这个时候 小明已经完全忘了参加聚会的事情 小明并不是失忆了 也不是记忆力出现了问题 只是因为他进入房间之后 遇到了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之后 大脑就开启了自动导航状态 而破除训练 让小明能够更快的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自动导航状态 而不是需要等待朋友打电话来提醒他 通过对正念禅修的实践 当我们再次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 正念禅修中的破除训练 让我们消除根深蒂固的习惯 避免陷入自动导航的状态 正念禅修让我们以不加批评的观察 来看待事物 让我们能够成功的处理焦虑 压力疲惫 甚至是重度抑郁的问题 在最糟糕的境遇中 仍然可以心怀勇气 拥有深知内心的快乐和安宁 好了那说到这儿呢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正念禅修是什么 正念禅修又成为正念认知疗法 简单来说 它是一种精神训练 它可以改变我们思维和行动模式 大脑中有两种模式 行为模式和存在模式 正念禅修帮助我们在遇到消极情绪的时候 让大脑进入到存在模式 避免走入消极情绪的深渊 其次我们说到了 学会正念禅修 在生活中进行正念训练 正念禅修的训练方法中 最重要的一个禅修训练是呼吸禅修 正念禅修非常的简单明了 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进行正念禅修 最后在现实中运用正念 让我们以不加批评的观察来看待事物 我们有能力处理好焦虑 压力 疲惫 甚至是中毒抑郁的问题 在最糟糕的境遇中 仍然可以心怀勇气 拥有深知内心的快乐和安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